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KinsonTube這個頻道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LEGO就是這一盒 LEGO編號 21302 Big Bang Theory Big Bang Theory是一套劇集 講述一群渣男和美女的故事 簡單來看看這個盒 這盒LEGO是12歲以上的 你見到這裡是LEGO IDEAS Hashtag 10 就是第十盒的LEGO IDEAS 你見到這裡有The Big Bang Theory的Logo 後面就有七隻人仔 下面就有他們的名字 上面就是一些場景的細節位 現在就拿個說明書出來看看 第一頁就是對這部劇集的一些介紹 第二頁就是他們真人的一些劇照 第三、四頁就是介紹這些人仔的故事和性格 再之後就已經開始組裝 現在就立刻拿個LEGO出來看看 這盒LEGO的所有東西已經拿出來了 這裡就是他們客廳的場景 我們就由右邊開始介紹 右邊就有一塊白板 上面就寫了一些東西 下面就有一支筆 這支筆就用了一個唇膏的零件做出來 穿過這個位後面就有一個電腦桌 電腦桌上有一部電腦 旁邊就有一個窗口 窗口旁邊就有一個窗簾 但很遺憾這部電腦是沒有開的 所以也沒有什麼貼紙貼上去 在電腦桌的後面就有一個書櫃 書櫃上面就放了一些雜物和書 看模型有一盞燈 有一個DNA的模型 在旁邊這部牆也是一個書櫃 在書櫃頂就有一些實驗的器材 就像這個電的波波 有火箭 又有人看的模型 旁邊還有一個望遠鏡 現在就來看看客廳這個部分 前面就有一張桌子 桌上就可以放一些報紙和食物在上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外賣盒上面寫著一個飯字 因為他們很喜歡吃一些中國的外賣 旁邊有一份報紙的 報紙就是The Lego News 可以放一隻杯和叉子 而且我覺得這些餐具零件很有趣 在買這盒LEGO的時候 裡面就會有一包全部黃色的餐具零件 裡面就有一些餐刀、餐叉 一些做蛋糕的帽子 還有一些碟、飯盒、碗、煎餅和鑊鑽 還有裡面有我最喜歡的打蛋器 我覺得這個打蛋器其實都做得很漂亮 還有這個位置之前和之後都沒有再做這些東西 中間有一塊地毯 旁邊有兩張梳化 一張就是單人梳化 而另一張就是長梳化 還有這張梳化上面其實都有一些隨時發生 其實Sheldon就一定要坐在這個位置才肯坐在這張梳化 就是一個強迫症的故事 現在就來看看人仔 第一隻要看的人仔是Sheldon Sheldon他是穿著一件閃電盒的T-shirt 裡面有一件長袖底衣做打底 他前面就是一個露齒笑 後面就是一個微笑 你看到前面的露齒笑是很尷尬的 還有一個皺紋在上面 我個人就很喜歡這件T-shirt的樣子 下一隻要看的人仔就是Amy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Amy其實自己真的是一個科學家 他可能是唯一一個看得明白自己對白在說什麼的人 是因為Big Bang Theory的對白 很多時候都是用一些科學的用語 有時有些演員說的時候 都說自己不知道在說什麼 那來看看這隻人仔 這個人仔是有兩面面的 就是一個大眼鏡的樣子 第一面面就是一個老齒笑 而第二面就是一個比較生氣的樣子 他就穿著一件綠色的冷衣 在裡面就是一件淺綠色的襯衣 就穿著牛仔褲 下面就是紅色鞋 再下一隻要看的就是Raj Raj就是一個印度籍的男生 他就有兩面面的 一面就是老齒笑 而第二面就是一個比較擔心的樣子 他就穿著一件紫色的運動外套 裡面就是一件格仔冷衣 還有一件襯衣 他就穿著一條卡奇色的長褲 下一隻要看的人仔就是Lanard 裡面的T-Shirt就有一個循環再用的logo 外面就是穿著一件橫色的外套 就是穿著一個藍色的長褲 而他也有兩面 一塊就是老齒笑 而第二面就是一個很不肯定的樣子 下一隻要看的人仔就是Penny Penny就是他們的美女鄰居 他就有一個黃色很長的頭髮 同樣都有兩面 一面就是微笑 而第二面就是一個覺得很噁心的樣子 他就穿著一件粉紅色的襯衣 而下半身就是一個藍色的長褲 下一隻要看的人仔就是Horwood Horwood他有兩面 第一面就是微笑 而後面就是露齒笑 你看到他的面側面兩邊 就會有一些頭髮 就是讓你把頭髮放上去的時候 就可能會看到一些橙青的地方 他就是穿著一件紅色的襯衣 裡面就是一件黑色T-Shirt打底 再加上一條灰色的長褲 在褲上也有一條皮帶的印象 最後一隻要看的人仔就是Benedet 他就是一個黃色長頭髮 而他第一面就是露齒笑 而第二面就是微笑 他就穿著一件粉紅色的外套 裡面就穿著一件比較花巧的衣 而他褲的紋理也是很花巧的 穿著一雙灰色的鞋 好 今次這盒LEGO就來到這裡了 我覺得這盒LEGO如果是Big Bang Theory的Fan 就一定要買的 其實看到這些角色變成LEGO人仔 是一件頗開心的事 還有這一盒LEGO還有很多彩蛋 我沒有介紹到 如果大家看到價錢又覺得合理的話 絕對值得要買了 好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喜歡這個Channel 就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如果想第一時間收到我出片的資訊 就記得按Subscribe旁邊的鈴鐺 待下這條影片再見 Bye Bye I'll see you next time